我是在他還很清純 涉世衛生的時候就認識他 他那時候是陸委會主委 他完全不知道該怎麼掃進 還沒有放開 他就是一個政策空 我覺得他的性格跟角色 在我認識他或者是熟悉他 從政的這些年 有一些是不便的 也有一些轉變 那我覺得不便的是他一直是一個非常誠懇 也是心裡相當善良的人 但是另外他也非常認真 所以我看裡面也稍微提到 曾經總統 這個我已經人在美國 遠離這邊的核心 但是偶爾他就會傳個講稿 說叫我看一下你的意見 一下傳來是已經第23版了 然後看一看過幾天來又第51版了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他對每一個細節 每一個環節的重視 但是有改變的地方也有 我是在他還很清純 涉世衛生的時候就認識他 我自己以前比他還要早參選 我在台北市參選 他那時候是陸委會主委 那我們這個自己在選舉 我想說找個都會型的專業女性 來陪我掃接 這個自以為這樣的是很高招這樣 結果來他完全不知道該怎麼掃接這樣 就安安靜靜的站在我旁邊 我在握手 我還要跟他介紹 這是我們的陸委會主委 來幫你拜託 他那時候比較腼腆一點 那比較還沒有放開 但是我這十幾年下來看到他 其實已經非常的融入我們社會的脈動 對台灣的基層 對台灣社會各種的人民的不哀樂 他非常的敏感 那也會很積極的想要用政策去回應 他在社會上所接觸到的 各種形形色色的需求 我看得到的蔡英文是 每一次度過一個難關 或者是克服了一個挑戰之後 他其實是更有任性的 是更有自信的一個人 那我也從這當中學習到很多 我在蔡英文的身上看到一點安慰 就是說他就是一個政策控 我也喜歡討論政策 那他從當年的小英主席 到小英總統 當年的十年政綱是Cooking了很多年 然後有幾百位學者的參與 好幾個智庫一起參與 我聽說每一組的會議 他都親身參與 所以其實我們跟他最多的互動 就是政策配便當 其實不太有助於消化 甚至有時候是畸辯的 是有很激烈的辯論 那我們也很珍惜那種畸辯的 那樣的一種氣氛 不過這個過程當中 我覺得我很佩服他一點是 我覺得這是領導人不容易做到的 就是常常在很多會議 他有時候會有不同意見 也會有激烈的辯論 但是即使意見常常相左的人 下一次會議還是會受邀 對 因為要聽不同意見 對 因為要聽不同意見 我會說